如何在低谷中恢复能量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都是起起伏伏的 没有完全平的 完全平的那是死的 今天都平了 人没了 一个事老平 也是不可能的 那总有起伏 就连草木杀石 它在那一动不动 都有外界来影响它 那你就随之而动而变了 那变了每个人都想往上走 到了底下就很难受 怎么办 其实就是因为 你不合自然的道 那么我们把它硬性的拆分为两种 一种是太酷 一种是不羁 我们学过这个命理 知道身弱的人 尤其是男性 跟女性还好 因为她 柔弱 有男性会照顾她 会怜向西域 特别弱者 倒置动 弱者倒置用 一样 你表现得很温柔 很 这个胸怀啊 很博大 什么都能融得进来 那你若强的 就会被吸引进来 那么就把你不断的填充 你本身强也要失落 这样你才能重足自我 从而能量 越来越大 但不是说小人 你是为了 自己 而没有说心 往外面 为了整个道 为了大众 而做一些事情 至少你身边的 那自私那样 就居心不良了 也迟早会出问题的 那么弱的人呢 他就需要来进步 你说什么 一说进步好像是失误 其实也是一方面 但是你弱 虚又不受补 你一股脑袋 进来 他反而吸收不了 那总要试试 和你当前的这个状况 慢慢的来吸收 那就要怎么样充实自我了 多学习 你看这个为硬 那不要乱想乱做了 能量本身就有限了 再不断的消耗 那越散越快 再想折腾 就不行了 学习 锻炼身体 再为笔结 直接的 有的时候更快 但两者都要有 笔结要有源头 从事做 那太强的人呢 他本身他就 力没出事 你想办法去 把你的精力消耗一部分 然后做出很多有用的事的 那样就比较好 你又不然 你就开始乱来了 没事找事 那就出问题 那就出灾了 你看 怎么 抢劫啊 打架劫舍 杀人放火 这都是神强的人一般干得出来 那是不一样的 你身弱 你也不能把他逼到绝境 也会反扑的 能量就是这样 所以只能是从病理 整个大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怎么样 只能静下来 或者只能 发散出去 这些事要做 这样就对了 那至于说 还有什么 一系列的 都是围绕这个道理 都可以 只要是善的美好的 慢慢来 慢慢调整 一下让你怎么样 也很难 除非真的有 那种强大的气场 那种人 没有特别的方法 来教化你 点醒你